好我們再來看這個台南縣警方破壞一個毒品案可以說是得來全部費工夫 這一名毒販呢跟藥頭約在超商裡面交易 結果看到埋伏的警方還這個糊塗誤認為他是藥頭 跟警察說你怎麼讓我等這麼久 那麼警方也乾脆將計就計最後人贓俱火 警方帶著廖姓嫌犯坐進車內模擬當時的情況 廖姓嫌犯臉色很臭因為他誤認警方是藥頭自投羅網 結果被警方帶個正著 他就很合適就騎我們的車上了 他就說他來這裡很辛苦 他那種對衛生他們騎飛機來跟大林鎮 他等兩點鐘還在小時候叫兩杯咖啡 原來37歲的廖姓嫌犯住在嘉義縣美山鄉 為了掩人耳目都跟藥頭約在台南縣的一家超商前交易 警方接會獻報後開車在超商前埋伏被誤認是藥頭 他們乾脆來個將計就計 這個犯嫌那個跟那個犯毒者聯絡要我們到那個北港 北港鎮去去交易 結果那個犯毒者看到我們的車子 當場就當場就把他就還幫我們指揮交通 廖姓嫌犯不已有他帶著警方去找藥頭 人張巨貨那一刻警方出示證件嫌犯當場傻眼 警方調查發現廖姓嫌犯原本家境富裕 吸毒十年賣光家中六部兵士車幾乎敗光家產 這會被逮竟然誤認警方是藥頭 自投羅網也只能說真的很不長眼 中天新聞賴觀賞 遠方 泰南報導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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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